来看一则跟移民相关的消息 洛杉矶华人咨询网记者Rose独家报道 2021年的6月9号 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更新了官方的手册 在这次的新政策的更新中 移民局指出正在恢复其2018年之前的政策 取消直接秒据这一政策 美国总统川普在任期之内 推出了一个新的规则 一个案件 如果他缺少明显的证据 来证明其符合条件的话 那么移民局可以不直接给补件通知 也就是说呢 不会另外发补充材料的机会 就直接将这个案子拒绝 这个规矩赋予了移民局直接拒绝的潜力 移民律师孟小杰说 在更新的政策下 假如你的材料真的不足 也不会立刻就收到拒绝的通知 针对于你的案件当中缺少的证据 你会收到一封来自移民局的补件信件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马科雅雅斯表示说 他们正在积极的采取行动 使移民系统更加的便利化 促进符合条件的人 获得公民和永久身份的便利性 美国移民局代理局局长 雷纳德表示说 更新之后的政策措施 更加符合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 也就是消除美国合法移民体系当中的 不必要的障碍 减轻有资格获得移民福利的 非公民的负担 他说移民局致力于推动政策和程序的发展 以确保移民局以公平高效和人道的方式运作 对于那些寻求机会的人而言 美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 虽然从各个方面来看 目前的政策对于身份办理当中的人来说 都是利好的 但是移民律师孟小杰 也依然建议大家不要滥用这个政策 认为既然还可以补充材料 那么就随便交点什么上去也是没关系的 反正后面还能机会补件嘛 但实际上呢 这只会损失你自己的处理时间 因为那现在移民局排队都比较多 处理案件的时间也比较长 中间你不建议单个 这处理时间可就更久了 所以呢 还是一次性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齐全 再提交才是上上策 好像跳证 继续 杛 脚 脚 脚 中文字幕——YK